看世界要持續帶來關鍵是國際的 以哈衝突現在最新的情況 昨天我們告訴大家 其實4天的這個休兵時刻 馬上要結束了 但是現在再延長4加2多加2天 來到了6天延長這個休兵時刻 到什麼時候呢 到30號的上午 而其實現在最新一波的釋放人質 哈馬斯是交給了以色列11個人質 而以色列還給哈馬斯33名的巴勒斯坦人質 大家可以發現到這個比例 其實是1比3 也都是在之前交換人質 還有休兵的條約協議頭 通通有這個說好的 那我們再來看到 其實現在布林克爾也再度到了以色列 本週是他第三度在訪問以色列 其實算一算 他去這個以色列的時間還有頻率 也都是明顯的偏多的 像在10月7號以哈爆發衝突的第一時間 他就去了 再來呢10月12號還有11月3號 其實都有去 那我們就來看到 其實現在他到底去這個以色列 希望可以達成什麼的目的呢 主要還是後續到底該怎麼部署 尤其現在這個休兵的時刻 他可以做什麼樣一個著墨 就非常重要的 還有加薩的未來到底該怎麼辦 尤其現在以美方的觀念來說 他們非常希望可以建立的是獨立的巴勒斯坦政府 他們也不希望包括是加薩或是哈馬斯 甚至其他的這個以色列來管理加薩這個區塊 所以說到底未來會如何成立 而且來管理這個巴勒斯坦 尤其加薩地區就非常重要的 再來我們來看到 尤其也還在這個以色列 也就是馬斯克了 他其實在11月15號的時候 在自己的社群網站上 有反猶太的推文也遭到了抵制 當時有很多大家喊得出來的一些知名的機構 像是迪士尼 華納兄弟探索公司 還有Apple都因為他的這個 反猶太的推文而撤廣告了 所以在當時也引起了非常多的討論 那到了11月27號他到了以色列 他如以色列的媒體報導說的一樣 真的還見了納坦雅胡 而且兩個人還一起去了遇到息息的社區 所以說馬斯克最新的言論是這樣說 他說必須要消滅哈馬斯 的確在整個事件上是別無選擇的 不過回到我們說到這個休兵時刻 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協議 就是人質上的交換 但是在交換的過程當中 其實也爆發了非常多的疑慮跟爭議 尤其以色列跟哈馬斯同意要多休兵兩天 當中在交換的11名人質當中 有9名是兒童 但是其實有家屬指控說 哈馬斯違反協議 如果說要放小朋友的話 是不是連家人也都應該一起釋放呢 如果是只有放小孩沒有放家長的話 也造成了骨肉分離 三歲雙胞胎姐妹純真笑容 他們和媽媽是哈馬斯週一最新第四批釋放人質 但爸爸還在哈馬斯手中 或是人質家庭被迫拆散不止他們 照片裡13歲女孩希拉已經被釋放 但她的媽媽卻不見人影 希拉說在離開加薩兩天前 哈馬斯就把她和媽媽分開來 第四波釋放名單11人 全來自同一個社區 包括被媽媽畫進自製動畫的 12歲男投雅各 我們猜到我們會說 他們會有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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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等不及看到人 現在又傳出以色列和哈馬斯 同意延長休戰兩天 這代表哈馬斯至少會再放20元 不過目前獲取的50元中 只有一位美國公民 美國白公這樣說 我們相信我們都在哈馬斯的手上 有些人可以有些人 當然他們會在哈馬斯 去找他們 去找他們 可以製造他們 在交換上 懷疑還有至少9名美國人被綁架 其中7人是成年男性 恐怕不在哈馬斯優先釋放名單中 TPH新聞 綜合報導 再問我們關心到俄武戰爭 尤其現在有新的地方 變成絞肉機機戰地帶 就是我們說盾內刺客的 阿夫迪夫卡這個地方 從10月份開始 10月中之後 俄羅斯針對這個地方 就不斷空路兩道 逐漸加大了他們的攻擊力道 而且要從很多地方開始推進戰線 攻擊附近的村崗是超過了150次 而且這個地方其實也是在烏冬 非常重要的一個城鎮 那現在車城的領導人就說了 現在如果真的要再加大 攻擊力道的時候 他們是有餘運的 在3000士兵其實都已經準備好了 打戰到這個前線來支援 俄羅斯的官兵 還是有餘力 希望可以攻下這個地方 而且現在當然烏克蘭 也是積極守住這個城鎮 所以等於說就變成 我們之前講的 其實這是一個激戰地 在攪肉機的情況 那現在針對烏克蘭來說 現在西方的關注 越來越小的狀況之下 他們只能靠自己 所以現在他們希望要再度征兵 計畫改變了 要征兵政策維持戰力 而且在本週預計就要宣布了 他是透過一些商業的招聘公司 不是純粹的派你去前線 因為在之前很多人擔心 上年打仗的時候 我不想要變炮灰 是有這樣子的疑慮情況 所以說這一招招募的士兵 大部分都是可能去做一些漢工 或是機械師 以你的專長為主的一個上戰場支援的形式 所以不是純粹就是到了前線去幫忙而已 那我們再來看到普京 普京雖然說之前說 其實很有跟烏克蘭和解的意願 只是烏克蘭不肯 但真的是這樣子嗎 如果我們從行動上來看的話 普京就說了 他在批准的軍事支出 將近了七成之多 還有在明年要撥給武裝部隊的經費 會佔財政支出的三成之多 所以等於說 從這件事來看的話 基本上俄羅斯想要在短期之內 結束這場戰爭的理由 還有這個行為 似乎都是明顯的偏弱的 所以等於說 他們認為說 還是要把烏克蘭給攻打下來 而且要把這些經費 投入俄烏的戰爭當中 但是在俄羅斯南部的一間軍工廠 在星期天的時候是金船爆炸 而且據傳這個工廠 本身就是用來生產坦克車的 還有也有人想要挑戰 普京的政治地位 有一名記者就跳出來 說要參選總統 而且他的政界 就是趕快結束這場戰爭 民眾直擊不遠處冒出熊熊烈火 伴隨著濃煙直竄天際 大火把夜空染成一片橘紅色 俄羅斯南部一間正在威爾軍 盛產坦克的軍事工廠 金船爆炸 當地消防局派出6輛消防車 20名消防員才將火勢撲滅 所幸沒有釀成人員傷亡 另外俄國迎來今年第一場大雪 幾小時內首都莫斯科 就被16公分高的雪淹沒 俄國南部和克里米亞等黑海 延愛地帶天氣更糟 不但有暴風雨襲擊 還發生海水倒灌 已經釀成3人死亡 超過50萬人 無點可用 這是克里米亞16年來最強的風暴 風速高達144公里 許多商店攤位被吹垮 樹木遭連根拔起 烏克蘭港城奧德薩 也受到暴風雪和強風清晰 超過千人受困在高速公路上 烏克蘭有2000個村落停電 當局警告 俄軍準備在今年冬天 對重要能源設施發動新攻勢 現年40歲前俄國記者鄧佐娃 宣布參選俄羅斯總統要挑戰普京 他呼籲克里姆利公儘快結束戰爭 不過過去挑戰普京的人 下場都不是很好 也讓外界擔心他的安危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或許大家都聽過少女時代 但現在甚至到未來 有可能變成飛彈時代 尤其這個時間點就是2030年之前 我們來看到其實現在 包括整個印太地區 過去大家也認為說 這一邊可能也是一個區域衝突 風險比較高的區塊 尤其大家看到是南北韓 還有日本 台灣 中國大陸 澳洲 甚至美國都有可能來部署更多的飛彈 尤其其實根據日經亞洲的報導 他們就說在2030年代 印太地區部署了數千枚飛彈 是有可能的 而且其實過去大家認為說 互相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但現在要透過軍備控制磋商的情況 是越來越渺茫 而且如果中國大陸或是北韓 認定說他們的領導人 可能他的位子還有目標是被鎖定的 是一個攻擊目標 很有可能就會訴諸核武 因為我們知道 包括中國大陸跟北韓 其實本身也是有他的核實力存在 還有美國還有盟友公開宣誓說 如果想要放棄任何先發制人 攻擊國家領導人的行動 恐怕就被認為是一個解套辦法 不過目前來看的話 其實對整個強權來說 不論是俄羅斯或是美國 甚至中國大陸 基本上要競速到各自控制的情況 似乎是專家非常擔心 有一點難度的 因為在2019年的時候 美俄就退出了中程飛彈條約 所以說現在大家也會特別擔心 區域中途一旦發生的話 再加上部署這麼多的飛彈 很有可能就一觸即發了 但說到這個北韓 大家知道之前他們成功的發射了 間諜衛星 但這件事在這個聯合國的 安理會上 其實也讓美國跟北韓互有來往 而且嗆聲飛彈條約 出席聯合國安理會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這番話 讓坐在角落的北韓大使怒氣難耐 反槍美國核武威脅 迫使北韓強化軍事實力 罕見出席聯合國安理會 北韓炮火猛烈 強調發射衛星權位自保 有中國大陸 俄羅斯護航 聯合國安理會譴責北韓 再度不了了之 但北韓軍事部署瞄準的不只空房 還有地面 南韓軍方近日發現兩韓交界處 非軍事區 北韓小動作不斷 五年前九一九協議雙方互視善意 互撤檢查哨 不過北韓衛星升功後 南韓決議終止協議 北韓怒嗆撕毀協議之際 疑似重啟邊境部署 南韓總統以習越反國後 立刻要求軍方嚴密監視北韓 南韓防長則前往經濟道 視察美韓聯合部隊司令部 安理會無作為 美韓只能強化合作 對抗北韓這顆不定時炸彈 TVB的新聞會宣布倒 不過其實當在新聞當中看到 北韓成功發射了間諜衛星 到底真的能用嗎 其實各國現在都還是打上個大問號 但是北韓自己倒是信心滿滿 我們就來看到北韓在21號的時候 成功發射了間諜衛星 萬里進一號 甚至他們的官媒朝中社就說了 其實透過這個間諜衛星 清楚的拍到這個白宮啦 還有五角大廈 還有南韓的軍事基地 以及維吉尼亞的海軍基地 甚至航空母艦 包括英國的美國的拍得清清楚楚 這個是北韓的官方媒體的一個說法 但是話是這麼說了 沒有對外公開照片 所以說其實現在各界 反而是打上個大問號 尤其是專家就說了 你這個發射間諜衛星的時間 才一個禮拜進入軌道一周 能否正常的運作呢 其實都還是言之過早了 所以等於說各界還是認定 覺得間諜衛星到底能不能正常操作 可能還需要更多的證據 更多的時間來進行觀察 尤其北韓官方施作的消息 在國際媒體的角度上來看的話 是沒有辦法來核實的 再來我們來關心到緬甸了 緬甸北部的這個內戰 可以說是越來越嚴重 一直從中國大陸進入到緬隊的車隊 一次遭到了襲擊 中國解放軍在25號開始呢 也在這個中緬的邊界 舉行了實戰化演習 也引發了國際關注 煙霧彈爆炸 緬甸人捂著眼睛邊咳嗽邊奔逃 這是中緬邊境的緬甸一側現況 想逃亡的緬甸人跟中共解放軍 隔著鐵絲網發生爭執 那你要送我們進去啊 緬北難民請求中共解放軍放行 並要求釋放一名已被拘留的男子 中緬邊境動盪 中共解放軍演習畫面曝光 清除道路障礙後 裝甲部隊佔領陣地 發出煙霧彈 掩護步兵實施射擊 再搭配各項武力 打擊藏身在山中的火力點 經過多輪炮襲 摧毀目標 共軍在中緬邊境中方一側 進行實彈演習 重點檢驗部隊快速機動火力打擊等多種作戰能力 展現了解放軍堅決捍衛國家主權 邊境穩定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決心意志 這次演習引起國際矚目 更被認為中方真正的目標 是協助親中的國感同盟軍 重新掌控緬北改變東南亞局勢 因此中共官媒《環球時報》宣稱 西方不要指手畫腳 妄加揣測 TVBS希望下面站陳日文綜合報導